本十位最好的木匠 他们的任务是 从立柱到房顶 两万件木料要由他们拆卸下来 经过修复之后再重新组装到原处 木匠们的现场指挥是奥天一郎 大家都管奥天叫洞梁 意思是木匠的首领 在现场还有另外一位洞梁 叫松井正和 与奥天一样也是木匠中的老手 而这一次老手们面对的难题 是如何将古木材与新木材组合起来 用松井的话讲 木材也有脾气比进 即使是古木也会偶尔发脾气 不听人的使唤 沿用古木让今天的人们 依然可以触摸到一千两百多年前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是铁一般的规矩 而不允许有一毫米的误差 这也是这些工匠内心的底线 就在木构建修复工作进行的同时 在吃尾烧炙的现场 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那边还可能几乎很快 那边也会出现 那边就在吊炙 这个时候 这样子就在几乎 那边就在看了 那边就在了 那边就在过来 那边就在完成了 那边就在了 那边就在那边 那边就在增长 那边就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